Hello,大家好,我是傅老师团队的郭开心,大家可以叫我开心 这一期呢,我们来谈谈白菜 前几天呀,有个位老大爷,他跟我说 他们家今年种的白菜呀,出苗以后 然后三天没有去看,结果呢,去地里一看,全都没有苗了 实际上呀,是一种害虫造成的 今年呀,这种害虫特别厉害 这是一个什么虫害呢 就是蜗牛,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前几天呀,也有我们的众生户跟我们说 那个蜗牛呀,爬到这个玉米上面了 把玉米丝都咬断了 直接影响了玉米的兽粉 今年啊,这个蜗牛就是特别厉害 刚才呢,看了一下我们这块白菜地 它没有蜗牛的危害 那么为什么我们这块地没有蜗牛的危害 而老大爷的那块地有蜗牛呢 那么原因很简单 我们今年的白菜呢 我们要经常性的不断用农药去预防这个蜗牛 防治蜗牛的方法确实比较多 主要是我们要有提前防治蜗牛的这个意识 现在用的比较多的农药就是四聚乙全 它有粉状的,也有颗粒状的 你可以选择颗粒剂的 去白菜育苗中进行剥洒 然后也可以用粉状的加水进行喷湿 任何农药都有它的一个有效期,最好七到十天去喷洒一次 另一个方法呢,就是采用草木灰 这个草木灰呀,我们可以把它撒在白菜的叶面上 既可以防止蜗牛又可以起到杀菌的作用 可以在育苗的四周进行撒一周 这样可以防止蜗牛进入 任何农药或者物理方法都要提前使用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可以给大家提供帮助 我是大家的开心,下期见哦 大家好,我是傅老师团队的郭开心 大家可以叫我开心 那么以前呢,跟一个农户聊天 他说他们家的白菜出现了不包心的情况 不知道其他农户有没有这种现象呢 那么白菜包心,它直接影响着白菜的产量和质量 白菜包心叫好的 它的口感都比一般的白菜要好很多 白菜不包心应该怎么办呢 接下来由我慢慢的向大家说说 首先我们要了解白菜不包心是有什么原因造成的 在这里呢,我对白菜不包心 然后分析出了两种原因 第一种呢,就是比如淡肥 适用过多藻质,磷肥和甲肥的不足 第二呢,就是虫害和病害 尤其是白粉湿 那么大家在包心前使用了三元复合肥之外 浇水时,还应避免中午高温期 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种很不错的方法 那就是打包心剂 包心剂的成分有氮、磷、钾、大量微量元素 可以补充白菜的大量元素和微量元素 一般在白菜采收前25天左右呀 可以用细绳将白菜拢起来 在白菜包心上不捆扎 这样可以促进白菜包球 本期的节目到此结束 我是大家的开心 下期再见哦 哈喽大家好 我是傅老师团队的郭开心 又见面了呀 看我们这块地呀 是我们今天上午刚移栽的这个白菜 另外还可以进行的是直播 采取学播 那么学播有什么好处呢 学播比散播 包括后期一些的定苗和见苗 都有一些省功夫这些优势 另外包括这个抗病性上也有一些好处 我们有一块直播的地 也有一块腾茶比较晚的地 谈到白菜是直播比较合适呢 还是移栽比较高产呢 其实我认为直播更有利于高产 移栽比较适合那些盛茶比较晚的地 我们就提前育苗等腾茶出来之后 我们就将白菜移栽定值 无论是大包型还是小包型的品种 在移栽的时候 那么猪距和行距到底是怎么样呢 只要是小包型的品种 它的猪距和行距适当的进行窄一点 比如像这个猪距是50到52公分的 行距达到60公分的 这样的小包品种呀 它就是小包品种里面的大包品种 大包品种除了行距达到60公分以外 另外它猪距也比较高了 猪距达到了60公分 也就是它猪行距全部都是60乘60公分的 这样一个猪行距 所以说农民朋友们 在种植白菜的时候 无论是直播还是移栽 在猪行距的选择上 应该根据白菜的品种 无论是小包还是全包系列 它的猪行距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本期的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的给我点个赞哦 我是大家的开心 下期见哦 大家好 我是郭开心 大家看一下我后面这个白菜怎么样呀 很多农户呀 他都问我 白菜怎么样才能高产呢 今天我们就这个话题来 慢慢的给大家说说 怎么样才能高产 我建议呢 是高龙种植 看我身后的这个白菜呀 它就是高龙种植 白菜出苗以后 我们肯定要经过 建苗和定苗 那么在白菜 第几个叶子的时候 我们去定苗最好呢 接下来由我慢慢的 给大家说说 建苗呢 第一次建苗 就是在白菜叶子 长到第二到三个新叶的时候 这个时候去第一次建苗 那么第二次建苗呢 就是白菜新叶 长到四到五片的时候 这个时候去建苗是最好的 这属于第二次建苗 那建苗呀 就是我们所说的替苗 那么第三次呢 就是我们的定苗 那有人说 那可不可以三次的建苗呀 这个当然是可以的 但是这样比较费人工 也比较费时间 定苗是在白菜叶子 为八片的时候 这时候定苗是最好的 定苗和建苗的作用啊 都是为了防止病虫害 还有剃出一些弱苗 留下的都是一些壮苗 那么我们为什么去建苗和定苗呢 目的就是第一呢 我们去剃出一些病苗 第二呢 我们剃出一些弱苗 留下的全部都是壮苗 这也是我们白菜 丰收又高产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所以苗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定苗以后呢 我们用一些云苔素 云苔素的作用就是 第一呢 它能够防止病害 第二呢 它能够增产 定苗以后使用云苔素 它的产量 每亩地都会增加15%左右 好啊 本期的节目到此结束 我是大家的开心 喜欢我的 给我点个赞哦 大家好 我是福老师 种植团队的郭开心 今年的白菜呀 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好的 现在呢 白菜它处于果心期 或者是果心后期的情况 这个时候呢 就怕的是突然降温 有时候出现冷害天气 或者是冻害天气 都会降低我们白菜的产量 还有我们白菜的质量 如果是温度降到10摄氏度以下的话 叶菜类的蔬菜 它的生长就比较缓慢 如果温度降到5摄氏度以下的话 像白菜呀 它都已经停止生长了 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冷害 如果土壤温度降到0摄氏度以下的话 就是冰点以下的话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所说的冻害 对于正在果心期 或者果心后期的白菜 如果遇到了突然降温 我们应该怎么办 然后给大家几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呢 就是我们及时浇井水 因为井水的温度比较高 我们可以采用大水卖罐的方法 去进行浇 将低温提升5摄氏度 基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第二种方法呢 就是采用烟熏的方式 烟熏的方式 对降温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在点烟的时候呢 我们要放在上风口 这样的话 可以使烟漫步在 整个白菜的地块 另外呢 我们点烟一定要注意时间 然后一般呢 晚上两点以后 它的降温是特别快的 这个时候我们去点烟的话 它的效果会比较好 第三种方法呢 就比较简单了 就是在降温之前呢 我们去喷一些抗冻剂的 这样化学药剂来防止 然后冷害和冻害的发生 那么喷湿的配方呢 就是云苔素内脂 加上磷酸二氢钾 这样的方法去喷湿我们的白菜 然后也可以起到防冻的效果 好了本期跟大家介绍了一些 白菜降温应该如何去做的方法 希望我们种植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采取一些合理的建议 好本期的节目到此结束 我希望大家开心 下期见 农民朋友们大家好 自从上一期我们是开始讲了一篇 关于一个白菜就是烂心 这样的一个问题以后 现在好多的咱们农铺朋友们 有点搞混了 什么情况呢 上一期讲的时候 说这个白菜烂心是由于缺盖造成的 那么这个白菜就是外邦子 发生这个腐烂 是不是也是缺盖造成的呢 所以说这期我想针对这个问题 和咱们朋友们去聊一下 白菜烂心呢 主要是指的是外邦子比较好 切开以后呢 里面这个心呢 是发黄干枯 这个呢 属于是一个干腐烂 就是干烧的一个情况 这个呢 实际上就是缺盖造成的 这个干烧心啊 它是由里向外 逐渐的去发展 这一期我们讲的这个腐烂呢 主要是集中在白菜的外邦子 那么与它这个脊部交接处这个地方呢 发生的是一个腐烂啊 而且手摸起来呢 有很黏的一个感觉啊 闻起来有一股是一个臭味 这种情况呢 实际上就不是这个缺盖所造成了啊 因为它是已经发生腐烂了 这种情况就是白菜上的一种细菌的 一种软腐病啊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要以细菌性来防止啊 那么在用药上呢 我们就可以去使用 比如说抑菌药 或者说是去使用铜质剂啊 然后呢 我们在喷洒药的时候呢 专门的去针对地表啊 与这个白菜帮交接处这个肌部的位置去进行喷洒用药 就行了 一般呢 建议每隔七天呢 去喷洒一次 一般呢 用两次 这个白菜的软腐病呢 就可以很好的控制住了啊 希望咱们朋友们呢 一定要把这个白菜的软腐和白菜的烧心啊 就是说白菜心叶腐烂啊 这个病害呢 要区分出来啊 因为一个呢 它属于是肝腐 它还有一种呢 它属于是一种师父 所以说希望咱们朋友们呢 一定要辨别清楚啊